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一天在位于蒙古高原榆木川的明军大营里 明军主帅大明帝国的掌舵人明成祖朱棣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按说朱棣一生可谓是轰轰烈烈 他在位22年迁都北京边修永乐大典 五次亲征末北平定安南之乱 派遣正和六下西洋 庄庄渐渐都是标柄千秋的大事 但是您绝对不知道为什么 作为人生大赢家 朱棣临终却是带着遗憾 离开 史料记载 当年在于牧川 弥留之际的朱棣满眼悔恨 最后他拼尽全力说出了心里话 他说下元吉爱我 说完这句话这才咽得气 相信您一定在问 下元吉这个人是谁 他和朱棣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朱棣最终的临终遗言会说到他 您别着急 咱们先说后边的事 话说朱棣驾崩三天之后 朱棣的长子朱高赤接到密报了 当时他非常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他虽然是太子 皇位的法定继承人 但是他还有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 也在惦记着皇位 谁呀 朱棣生前最喜欢的另外一个儿子 朱高旭 自古黄旋之争 一子错是满盘皆啰嗦 这就是朱高赤紧张的原因 当时留给朱高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怎么办呢 行事如此紧张的时刻呀 朱高赤却令人意外的去了一趟监狱 他去干什么呢 释放一个人 当时他的亲戚认为 他这是去释放杨普 就是朱高赤的老师的 之前杨普呢 被朱棣下了狱 然而事实上呢 朱高赤最先释放的不是杨普 却是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正是朱棣临终之前提到的那个人 夏元吉 奇怪吧 两代帝王啊 在自己人生的关键节点 都想起这个人来了 那么这个夏元吉究竟何方神圣啊 说实话 夏元吉这个名字 很多人肯定不熟悉 因为在明朝历史之上 夏元吉真的算不上风云人物 那么他什么身份呢 当时呢 他是一个户部尚属 听上去官不小 就是今天的财政部长啊 关键是 他连内阁成员都不是 没有进到行政中枢 那么根据史料记载 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大叔而特殊的传奇经历 履历非常简单 从洪武年一直到宣德年 历经五朝 他都在户部任职 那么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两代帝王在关键时刻都会想到他呢 听好了啊 原因就是纵观整个明王朝 夏元吉都算是一个奇迹 这话你可能听不懂 咱们先听听 川家怎么说 总共明朝是277年 换了127个户部上述 平均每个就是干了两年多 有的只干了几个月 但是夏元吉一干事多久呢 27年 注意 专家这个话还有一层意思没有强调 那就是夏元吉当户部上述27年 竟然主要还是在洪武和永乐年间 这才是奇迹的根源 为什么这么说 洪武时期呢 贪污60两以上的因子就要销售 就砍头 我们知道朱元璋那是穷孩子出身 少年时历经磨难 他最痛恨的是什么呀 贪官污吏 所以他当了皇帝之后 不仅是严刑郡法 对于贪腐行为严加惩戒 还出土了很多规定来防止贪腐 比如说他规定 在职官员不得在任职地方取其纳窃 等等等等吧 但是由于太过严苛了 过犹不及嘛 当时也出现了问题 那么就是在洪武年间 因为很多官员被杀头冲军 而朝廷来不及补充 所以大量的官职啊 没人来做 也就导致了政务无法处理 那么怎么办呢 朱元璋又出奇招啊 让那些罪责较轻的人 带着镣铐 去办案办事 也就是说 那个时期经常出现这样的奇景 囚犯审囚犯 所以说能在朱元璋手下干过三年 那就是奇迹啊 朱棣也一样 这是一个崇尚暴力的主 因为贪污或者办事不力 被他惩治的官员数不胜数 可是这个夏元吉 竟然在洪武和永乐年间 一直掌管着户部 这个直接跟钱打交道的部门 这简直就是奇迹中的奇迹啊 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就要具体说到夏元吉这个人了 夏元吉湖南相因人 幼年丧妇家境贫寒 幸亏他的老丈人呢 正举隐 招他入贵做女婿 他才得以力学养母 此人一生最大的优点 那就是围观清廉 虽然从29岁起 就在户部任职 跟钱梁打了一辈子交道 他却从不占半点便宜 说一件事情 朱棣在驾崩之前一年 发动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五次北征 也是最后一次北征 可是我们知道 打仗打的是什么呀 主要还是钱梁 由于接连办了几件大事 国库啊 有点空啊 夏元吉呢 又不愿意把压力转嫁给百姓 便苦苦建祖 可是呢 这就让朱棣非常生气了 龙颜大怒 一气之下 把夏元吉下了诏语 还派锦衣卫去抄了他的家 那么抄家 抄出一个什么情况来了呢 到了夏元吉家里边 锦衣卫个个是目瞪口呆 因为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堂堂户部尚书的家里边 只有布衣瓦冠 压根就找不出一件像样的东西来 甚至发现户部尚书家里边 连个佣人都没有 而这就是夏元吉 执掌户部近三十年而不倒的原因 我们说呀 一个人一食不贪很容易 可是要一生都清廉 却很难呢 但是夏元吉 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当然 要想做到 立武朝而不倒 仅仅是围观清廉 那还不够 有明君才能有明臣 才能够有能臣 如果你这个君不明 不能够识别人才 所有人才都不会发光 都会被压制 那么夏元吉 是被谁发现 又是怎么进入到户部任职的呢 咱们下节说 明朝初年 平安做官三年已经不易 为何他却能创下27年的奇迹 浙溪至水 是他和朱棣的第一次合作 期间朱棣派人 送来水利书籍 这背后又藏着一组 怎样的试探呢 今天传奇正在为您解厉 上节说到 夏元吉在户部任职三十年 创了记录了 可是究竟是谁 发现了他这块浑金蒲玉 他又是如何进到户部的呢 发现他的人 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 朱元璋 原来夏元吉二十三岁那年 竟由地方官举剑 来到京师国子剑学习 而巧了 有一天呢 朱元璋偶得空闲突发奇想来到国子剑 想看看那些个在国子剑念书的学子们 可是走进国子剑 发现里边空空荡荡啊 别的学生都不在 只有一个人正今微坐在那 一丝不苟的抄写文章 此人正是夏元吉 而就是这次偶遇改变了夏元吉的命运 不久之后 朱元璋便钳点他在宫中担任 文独官 后来转入户部任职 而夏元吉的学识呢 很快就得到了 是任户部尚书玉新的欣赏 在他的栽培之下 六年之后夏元吉 升任户部左侍郎 不过机会 以及领导的提前呢 只是一个人成功的第一步 位居高位而长期不倒 跟一个人的心胸和性格 也密不可分 咱们就拿同朝为官的大学士 谢进来做对比 谢进永乐大典的主编传啊 那是相当有才啊 号称明代第一才子 而且他呢也不贪 但是谢进的结局 却没能善终啊 为什么 因为他世财傲物 性格张扬 夏元吉呢 完全不同 据说永乐皇帝上朝之前 经常会先把夏元吉 叫到外郎 事先单独就正式 做一番沟通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信任啊 你是我的心腹啊 而且这种信任 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但是两个人每次私聊之后 夏元吉 没有志得意满的样子 就跟没事人一样 从不表现出 跟皇帝更为亲近的样子 一个大臣要立朝 要想做事 先要把周围搞得平静 你要在这种智慧的舞台上 来显示你高潮的智慧 如果你没有这种智慧 你可能是在没有实现 你的理想之前 就要出师未解身 先死了 那么清廉有才 外加低调 会不会就是夏元吉 担任户部上书 27年不倒的全部原因呢 还不够 再说一件事 永乐18年 北京的皇宫建成了 也就是现在的紫禁城 明城祖朱棣命令下元 及陪同太子朱高赤 前往北京 当时朱高赤呢 在南京 可是前面说了 朱棣最喜欢的是 次子朱高絮 对太子呢 并不那么喜欢 让他去北京呢 只是按照礼仪归程办事 所以临行之前呢 他特别交代 你们慢慢走 不必急着赶路 那么既然皇帝发了话了 那就慢慢走呗 夏元吉就陪着朱高赤 一边走 一边考察地方民情 见过这一路啊 他们足足走了 三个月 按说三个月时间够长了吧 可是谁能想到 三个月 朱棣还是不满意 当时朱棣很不客气的责问 叫你们慢慢走 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呢 说实话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呀 你回答 是快了 那不对 没遵圣旨啊 回答说 不快 那更不对啊 因为皇帝已经说你快了 你怎么能说自己不快呢 那么夏元吉怎么回答的呢 夏元吉的回答非常的机智 他说呀 太子思念父亲 所以在不知不觉中就加快了赶路的速度 就可以看到 夏元吉的老大 他实际上他有一点这个心理学啊 这方面的策略 这方面的策略 他这个设计应兵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他知道有什么去打动他 明白这是什么了吧 还得有官场智慧呀 正是凭借着非凡的官场智慧 夏元吉历经了一重又一重的考验 然而您肯定想不到的是啊 夏元吉一生当中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呢 却是发生在朱棣登基之初 那么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前面说了 夏元吉到户不任职日是从朱元璋手上开始的 而朱元璋去世之后接替皇位的是谁呀 不是朱棣呀 是建文帝朱允文呐 也就是说 朱棣登基之前 夏元吉其实是建文帝的旧臣 那我问题来了 历史也有个规律 往往是下一个朝 就要把上一朝的真诚 要么是提开 要么是把你真诚地摆在一边 要么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结局 众所周知 永乐皇帝朱棣是通过静难之意 从侄子朱允文手上抢来的皇位 当时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尤其是朱允文的旧部来看这个 这个地方是南京的明故宫遗址 在明故宫遗址的龙壁之下 有一块红色的花岗岩石 当地人叫他叫见血石 据说是为了纪念名氏方孝儒的 因为方孝儒忠于建文帝 而被朱棣灭了石族 那么同样作为建文帝的旧臣 朱棣为什么却要启用夏元吉 担任忽部尚书呢 掌管永乐朝经济命脉呀这是 而作为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夏元吉 为什么最终又选择为朱棣做事了呢 背后的原因 史料当中没有记载 但是学者研究认为夏元吉和朱棣之间 应该有过一次谈话 而可能就因为这次谈话 改变了夏元吉对朱棣的看法 孔夫子教导读书人 说是道不同不足以谋 我可以给帝王福 但是如果这个朝代呢 要是不符合我的想法 我称呼福于海 我去玩去了 我不跟你合作 那我出来干事为什么呢 为天下百姓 这应该才是最初夏元吉对于朱棣做出妥协的原因 当然了 朱棣看中夏元吉的是他的品性 可是对于夏元吉是不是能够真的理解他 支持他 其实朱棣心里面并不是非常有把握 在这中间 他们互相有过试探 那么怎么试探的呢 夏元吉升任户部上书之后 朱棣教给他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前往浙溪治水 当时吴松江发大水 这是一件关乎百姓生计的大事 这便是朱棣对于夏元吉的一次考虑 根据史料记载 浙溪水宽一直治理不力 而且剑文帝时期甚至没有关于浙溪水患的记载 应该说浙溪治水的背后 其实还有朱棣另一层更深的用意 那就是他要通过这件事情告知天下 我比剑文帝更强 我比他更适合这个皇位 对于这一点 夏元吉当时并没有想到太多 当时他只是以一贯的勤勉 兢兢业业的做事情 但是后来有一件事情 却让夏元吉意识到自己可能小看了一个人 那么小看了谁啊 皇上朱棣啊 怎么回事呢 那一天吧 夏元吉呢 正在浙江 在治水的工作当中嘛 突然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堆水利书籍 是朱棣派专人给他送来的 夏元吉当时很纳闷啊 我不缺水利书籍啊 干嘛要给我送书来呢 苦思冥想之后 夏元吉最终明白了朱棣赐书的真正用意 朱棣因为带着一个篡位的包袱 很快就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朝贡 赴税 劳役等制度 并且这些制度都非常的简便易行 为明代初期著名的永乐盛世 拉开了序幕 那么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边 夏元吉究竟做了什么 最终让他成为了大明王朝 不可或缺的大管家呢 修订永乐大典 明朝政府花了多少代价 正和六下西洋 总共又花去多少银子呢 这其中又暗藏了夏元吉多少心血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紧密 前面说到通过浙溪治水 让朱棣和夏元吉这对军臣有了默契 对彼此的政治理想 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而事实上朱棣的大明之所以能够彪秉轻时 也正是因为夏元吉这个幕后功臣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之前我们说了 朱棣登基以来一直有一块心病 他最怕是说他皇位得来不正 所以他一直非常勤勉 想干大事 可能心理上有一些原因 你比如说我是不干大皇帝 我就比别人干得好 我一定要当个好皇帝 当个有主位的皇帝 他和唐大神都是这种心理 当然朱棣一生确实做成了好几件大事 而且这些大事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之大 就拿编修永乐大典来说 永乐大典全书是22,937卷 1万1,095册 大概3亿7千万字 宾乐大典 它是集中天下之书 把天下的各种归类的书搜集起来 然后把它归集 这是一项伟大的根尘 这个类书应该称作是当时中国的大百卡全书 它比后来大英百卡全书要诞生 而为了修订永乐大典 朱棣投入了多大的成本呢 购买图书近8000种 动用人员2000多人 前后总共花了6年时间 我说这得要多少钱呢 说实话没法算 也算不清楚 那么好 说一项算得清楚 永乐年间正和六下夕阳 要知道正和下一次夕阳 索费白银大概需要 600万两 什么概念 这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啊 而且还不包括造船和修船的费用 那么造一艘宝船需要多少钱呢 正和的宝船 那是世界上最早的万吨巨轮 它比哥伦布航海的旗舰足足大了100倍 今天要仿造一艘这样的宝船 造价得上亿人民币 你这下算得清楚 还有平安南 征末北 军费那也是不计其数 钱找谁要啊 找夏元吉要 然而虽然开支巨大到让人觉得眼晕呢 史料却记载 耗费以亿万计而国用不出 就是说都应付过来了 这其中的难度可以想象啊 夏元吉单精节律 耗费了多少心血 可以说没有夏元吉 就没有朱棣的名垂青史 他们之间就是这么一层关系 夏元吉是朱棣坚定的支持者 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 当然也有人说 未必啊 怎么呢 当年正和从西洋回来 夏元吉曾经干过一件事情 他把正和从海外带回来的胡椒 苏木等之类的物品 折合成月缝发给了官员 这什么意思呢 后人普遍认为 夏元吉这么做意思就是说 国库没钱了 钱都被正和用去下西洋了 这是他对于朱棣派正和 六下西洋的抗议 可是事情真是这样吗 有人认为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正和从国外带回来的很多货物 不少人借机倒卖 还发了财 而且国库也因此多了很多收入 所以呢 以实务发工资 只是夏元吉将货物转卖到民间的一种方法 他这是在为国家理财 夏元吉也对于朱棣的执政理念有认同 如果他不同意 他开始就反对正和下西洋 不给钱嘛 无非就是被罢官嘛 他肯定认同了 当然 在有些事情方面呢 夏元吉也并不是为皇帝命令是从 他有他的原则 当年这期水患平定之后 有人提出 趁河水泛滥 于非成田 可以让百姓立即开荒耕作 当时朱棣非常高兴啊 让户部立即执行 可是这个命令却被夏元吉给劝阻了 为什么呢 他认为 因为水患 百姓已经疲惫至极啊 不宜家派劳作 而且当时已经过了耕耕时间 强行开荒 于国于民都不利 这就是夏元吉的微观原则 当然他更理解朱棣的理想 并且愿意为之奋斗 还有一件大事 那就是迁都啊 当年朱棣迁都 多少人反对啊 因为当时南京的冥王宫 无论是规模还是精美程度 跟今天的北京故宫相比 那都毫不逊色 可是朱棣为什么要迁都呢 当时大家普遍认为 这是因为朱棣常年生活在北京 那时候叫北平嘛 对于南京的气候和饮食不适应 还有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 朱棣迁都北京 是为了加强帝国北方的防卫 为了更有效的遏制 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 所谓天子守国门 即使自朱棣 但是事实上 这种说法也是错的 您看啊 这是明长城 今天他最重要的功能是旅游 工人参观 而在冷丁期时代 他是中原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卫工程 但是在明朝 除了在位时间极短的几人皇帝之外 只有朱棣没有修长城 为什么 朱棣北方没有防线和国境 国境在哪里不知道 因为朱棣认为那都是中华的领头 都是大明的江头 所以朱棣要定督北京 他希望的是 亲自肃清北原的残余势力 统一大漠南北 可是当时啊 并没有多少人理解朱棣的报复 然而下元吉 却从心底里边 认同了朱棣的想法 为什么 修建紫禁城 先后历时十四年 所费钱粮不计其数 作为户部尚书 下元吉的压力无法想象 但是他一直咬着牙 想尽办法保障紫禁城建设的开支用度 这才有了 朱棣在位二十年五次 近击漠北的状具 当然 朱棣第五次出兵 下元吉是反对的 一来是因为连年征战 的确给百姓增加了不少负担 二来则是朱棣已经六十多岁 身体大不如前 在下元吉看来 朱棣要有个三长两短 对于国家的走向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可惜的是 朱棣直到临终之前 才终于明白下元吉的良苦用心 因此也才有了那句下元吉 爱我的最后一眼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平空下午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 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